川剧轻易对歌《四川话》Rap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成都8月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宁 伴随着动感的说唱节奏 一声声九天开出一成都 安逸得很 内的川剧唱腔 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表演环节的舞台响彻开来 紧接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冲川北大木偶登场 瞬间激起现场振振欢呼 说唱混搭川剧 经验演出的背后是演员不断努力 精心设计换来的效果 正如说唱歌手吕欧所说 他们当晚不是在较量 而是为一场传统与时尚的对歌在互相加持 成都大运闭幕式文化敢于破劝的背后 是一场关于将中国文化送出去 也有破例拿过来的故事 接到闭幕式邀请时 说唱歌手吕欧和曾涵江 只花了一个多个小时 就将演出歌曲进行了部分修改 他们先和导演组主动提议 在闭幕式的舞台上用四川话来唱rap 接着又将歌词加入了英文元素 英语部分我加了几句简单的歌词 因为成都大运会是一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 通过运动把各国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旅欧说 说唱本身就是外来文化 川剧是祖国文化的结晶 而川剧和四川话说唱的结合 在曾涵江看来 既有成都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魄力 来自四川省川剧院的青衣唐梦玉 接到唱词时 同样进行了加工 将其中一句原本普通话唱词 结合川剧半念半唱的特点 直接变成了川卫十足的 金玉中国好客得很 站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舞台上 唐梦玉最难忘的画面 是扮上戏曲装的那一刻 舞台上一边是举手投足间的秀美柔和姿态 另一侧又是潮流酷炫的现代说唱 在唐梦玉看来 川剧本身就有很强的融合性 既可以吸收 也可以在舞台上释放其他音乐的优点 在现代和传统的碰撞下 这次演出会给传统文化 注入新的活力和激情 作为新一代的川剧接班人 唐梦玉认为 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是守住文化新火 同时也要破壁垒 破成剑 无论是rap还是川剧 背后都是共通的表达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